好的 第二场开始了 那我们换了一下边这次 Demon是在蓝色方 IG是在紫色方 这班人还是跟上一局一样 老三样 看一下第三手是不是在把杰斯搬了 Demon这边先手 时光守护者 上一把时光守护者跟艾瑞迪亚 出彩的表现 他们直接搬掉 后手先搬掉瑞兹 这个版本瑞兹不太可能放出来 先手拿疯女 拿吧 锁了 没有被打脸啊 我今天 影子 影子大呼一声 我还要过一把 Carrity拿出卡兹克 你是说我这个石草型的 这个打野打久了 我也要做做一个 偶尔露争鸣嘛 今天也要露出自己的一口白牙 拿出了卢仙跟螳螂 属于你知道下版本瑞兹又要被削了吗 又要被削了吗 之前不是有人说 不是有人说 之前是全都准备把瑞兹 QWE全部削成没有法力加成 结果后来大家分分表示 你这样瑞兹还玩什么呀 还有谁会玩瑞兹呢 对啊 结果改回来 后来是现在要把瑞兹的E技能削掉 Q技能最大伤害也要削 这样的话 等会像皇子杰斯 未来守护者上一把被搬掉 这把拿出来 杰斯拿出来 我又是一个比较强势可怕的阵容 这名选手真的看得很年轻啊 就这个打野 小张 职业打野 他看着非常年轻 舍赫赫寄出自己的锤石吗 舍赫赫的锤石在国内其实是极富盛名的 有一段时间 他的锤石玩得很溜 大树 这把IG的新上单 教你怎么玩大树 锁了 看一下对面 四五手怎么拿现在AD跟上单的位置 AD现在卢香选完之后 目前好像最新版本更新之后 你不是小炮上不了场吗 小炮能上是能上 但你要主意 就是你不能像原来一样了 那就是飞机啊 等会儿 Easy啊 这马尔扎哈 马尔扎哈是什么呀 这马尔扎哈加 这马尔扎哈加一个棺材是什么意思 老牛 同学你还没有拿AD啊 喂 杰斯ADC 我又来了 杰斯ADC 我在季联赛的线上比赛 已经解说过这样一场了 我的天 这又来了 这就是你今天采访的时候 他们说的大招嘛 这是大招对不对 这又来了 杰斯ADC 我刚才还在想 我说这个 杰斯肯定是去打中的 最不接打个上 结果没想到又来了这一手 好给大家理性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拿出杰斯ADC 首先 杰斯这个英雄对线比较强 能够有效抑制颅仙 第二 就是杰斯具有一个所有ADC中 都没有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 就是他能进场 因为他能切锤形态 第三 就是杰斯还有远程poke 就是属于一个可进可退的一个ADC 但是杰斯这个英雄的弊端 我们也都有不共同吃发育 所以说 把杰斯放到AD位 杰斯放到AD位 这样有一个辅助去保他 让他的发育有 比较稳定的发育以后 在团战中看杰斯能不能创造袭击 这个真的是大招了 可是我觉得 总觉得说 卢西亚面对杰斯好像不是很慌那样 还好吧 杰斯这个英雄其实他强在哪 最不及他能跟你发育物开 就他不跟你打 他跟你发育就是了 因为杰斯拥有一个所有AD都没有的 就是他贴脸你打不过他 杰斯能切锤 人家巴不得你跳我脸上的 而且杰斯这边很针对的带了一个虚弱 中路又是泽拉斯打亚索 只不过这回双方的操纵者换了英雄 MC姿态 这边又拿出了自己的打碟男孩亚索 好 那我们稍时休息比赛马上开始 这边双方BP真的很有意思 这一局 我又对这一局充满了期待 特别是对于这个杰斯 杰斯ADC 书一你怎么看 我 但是我希望就是最关键的是他们有第一盘 如果这个是第一盘 那可能说场景是不一样 所以说大招一定要在第二盘放 就是这样 就是大招是什么意思 逼到绝路以后破釜沉舟 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这个才叫大招 你拿出来能随便用的都不在家 就是奥特曼为什么只有在登闪的时候 闪的时候才能KO掉 对 这个就是大招 你知道吗 就是奥特曼你一上来放大招 首先有两点低 你上来放大招 万一大招放失败 你就废了 第二 第二是观众怎么看 你上来啪一个大招秒了 奥特曼一击从20分钟变成5分钟 就是观众出现 奥特曼大招扫掉 对 没得看了 而且从科学上解释 就是大招是留给最后一击的 就是你要先把对手的体力削弱 那看一下这一把 我已经为他强行铺垫了这么多 对吧 杰斯ADC到底能不能经验全场 发挥出多少的实力 对不对 对 那比赛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说 等会进入到比赛当中有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二维码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是的 二维码这个话 二维码 对说太多了 现在科技太发达了 就是二维码 生活充斥着二维码 但是二维码这个事情 现在有很多地方它使用的不太 好 那比赛双方先生已经准备完毕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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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的 欢迎回来 那第二场比赛也是进行到了这个画面当中 双方换边 蓝色方的Demo 紫色方IG战队 在第一局中1比0 以摧枯拉朽之势拿下了一局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 终于祭出了自己所谓的大招 杰斯ADC 到底这个手杰斯ADC 能不能大放一彩 还是说这首杰斯ADC成为一个饭后茶余的一个谈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笑话 确实这一首杰斯ADC拿的吧 让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为怎么说 你知道大招有一个 怎么说释放大招的基础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你们双方的操作基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 的确 或者说你只比他稍微低一点 你放一个大招是有机会的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人家跑得比你快 你在这走 然后你还想换一种方式走 你走得再快你也跑不过人家 你也没有人家跑得快 人家大树被吹起来闪现 B出大树一个闪现 但这个闪现是老牛 刚才闪现一闪Q 还是不值啊 这一个闪现换了对面一个闪现 也不是很值 而且没有造成没有造成任何效果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大树继续在那儿站着 一个儿子放在了对面的buff处 这个也被扫掉了 换线吗 这一局 感觉这一局要换线啊 这样杰斯是避免了跟卢仙去打一个对线 而选择自己上了发育 但是IG刚才这个位置发现了吗 我们看IG 不选择换回来 选择在草宗直接蹲一波 这路人局很脏的蹲法 直接入侵红 但是其实说 泽拉斯还在那个位置 这个二打二怎么打 王子一级学义 这王子就是个超级兵 现在泽拉斯一级也学的义 这个老牛Q起来 结果导致小孩又是没有往后走位 躲开那个义技能 双方对焦了一个治疗 还要三啊 还得打 这个眼 这个眼插在了草外 他这样作罢了 他这样作罢了 往好的地方显就是 为几方亚索争取了一下吃线的机会 对 这样亚索能够率先到二 你看亚索已经把线推过来 而且亚索使用的是 帅帅的拳击鼠狂潮皮肤 变形金刚 这个亚索皮肤真的很帅 推荐大家赶紧入手 这个亚索你知道最帅的是什么吗 书一 什么 就是配合那个变形金刚的 石头人的大招 在接大的时候 真的你感觉 这个就不是一个游戏了 就很像那种超现代的游戏 下路杰斯封女去压对面的树人 杰斯这个英雄在线上的压实能力 其实还可以 尤其是在换线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远程poke 我们来看一下下路 那这样姿态 姿态在中路打一个泽拉斯 下路小孩游神 也还可以吧 这一局 这样换的话 就要看The Demo这支战队 有没有对换线经过特别的训练了 因为换线这种东西 不是说你想换就能换出来的 换线这个点 对打野的要求是很高的 老牛摸过来 卡兹克 还有闪 闪现都是过来针对一下这个姿态 一票闪现 就缓身先拿到一选 漂亮 漂亮 这个处理的非常非常 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只能说姿态是集中生智 而也许老牛被抓住 螳螂交易上来直接收掉老牛 这是一波二换一可以说 姿态刚才那个处理非常的漂亮 姿态是先尝试易冷两下小明想跑 但是看到你两个人交闪现 而且虚弱都给我套上了 那这样的话只能选择强行换 回身闪现 直接拿到特达斯一选 不亏的这锅 上路杰斯把兵线压进去 刚才的话风女的游走 使得大树有一定机会去吃一点兵线 风女回来 那这样 哎呀 现在双方换线的情况 大树的发育明显是好于老牛的 老牛因为自己选方 选择了自己方选择了一个主动换线 那老牛的 哎呦 这个摄可可现在在干嘛 摄可可好赖啊 他站在兵线后面就不让你两个人 你别说上线 十多人都不让你吃 你看这边摄可可 哎呀我的天 哎呀摄可可这边太赖了 现在皇子还拿他没办法 你皇子针上 万一他背后有人怎么办 摄可可一个人在这站了快一分钟 中路再次抓掉亚索 这一局很针对姿态 真的是针对到闪线接闪线 我的天 茨拉斯应该是要拿到双杀 换线给上一个护盾 德迪莫先升夺人 再次拿下两个人头 把经济拉平 会不会说这个真的有用啊 什么杰斯AD吗 对 其实目前来看杰斯AD的作用 我还没有看到 他选择了一个换线 没有让杰斯AD去 实打实地对抗这个路线 但只能看中期团战的时候 因为杰斯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中期非常强的英雄 就是他有机会 让你在中期打出优势 并且团队带着很大的优势 来打入后期 那这样的话 下路继续发育 卢仙的发育 现在35个补刀 而对面杰斯34个 差不多 不分伯种 下路杰斯换回来了线 那这样老牛 老牛现在的发育 是很成为问题的 身上红水晶两红 EQ调起来射可可 后面四个人跟着杰斯 一发EQ二连过强 射可可有闪现吗 直接Q二就射可可 应该是把闪现交了 这样回身躺上想反打 还能追 一发Q EQ完 死了 完 这边是恶可 W和二连再次收掉人头 4比2 IG被打了一个下马威 这边敲山阵虎 直接开小龙 非常不错 这一波换线的侧影 是选择让杰斯跟风女 直接换回下路的同时 杀掉对面斧 直接开小龙 那这样大速在上路 连上塔也没法推掉 而老牛一会儿 可以回家再传送上去 这一波侧影的滴墨 是鲜声夺人 经济现在领先了 IG将近700块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怎么办 雅索在中路 刚才雅索这两拨 被抓得有一点难过 姿态现在有点补不到刀了 虽然前期压制一下子拉斯 但现在姿态挺难受的感觉 下路继续对线 大树 大树 大树现在要去对面 也去做一下视野 因为现在自己拨的长狼 其实发育是有点差了 对面皇子反而是前期 拿了一个人头 一个助攻 有点风生水起的样子 所以必须要配合螳螂 做一点野虚的眼 勾到风女先一回来 打一套风女 回身直接给上虚弱 想拼 这边就是杰斯的优势 在线上对拼的时候很强势 两个人两个虚弱 纷纷套上 一个大招 最后差两下 是的杰斯等级好像 军一级杰斯五级啊 那刚才这波对拼很不明 而且杰斯状态不好 回家还先补了一个眼泪 这个眼泪在线上对拼 带来的效果并不是很强 刚才如果他回身选择 先做两个常见的话 刚才那一波是可以打的 而且两个虚弱都在 杰斯第二个虚弱 直接套给锤石 也有点不明智 他可以等卢仙的虚弱结束 再给他套一个 这样这波对拼肯定是赢的 看看杰斯 ADC 这首大招能不能带来优势吧 刚才杰斯的处理 其实有一点问题 三炮 中了一炮 第三炮打到了 确实你也不能赖对面中单 这只能说亚索的机动性太强 太灵活了亚索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对线NP中单这么强力 就是你的所有非指向技能 在一个玩的好的压索面前很难 然后你指向性技能还会被封墙打住 这个怎么玩啊 不过好像有一个 球女和拉克斯还是比较好打 拉克斯直接把盾给自己 拉克斯这个英雄 确实他对线吧 你只要技能准 这个英雄我认为他是无敌的 看在谁手上用 对啊 就只要你技能准 这个英雄真的是无敌的 我觉得 只不好像比赛中没有球女这么热门 关键他的线上压实能力比较差 而且他杠克能力太差了 拉克斯是一个什么 就是他线上主要是自己发育 然后拖团战去蹭住攻 或者说给队友提供帮助 对对对对 他在比赛的节奏里 这个英雄节奏太慢了 他带不了节奏 我们都知道比赛里中单 如果不能带节奏 除非是一个团战像德拉斯这种 就是输出很高的 拉克斯又不占这个优势 对高爆发也没有 对拉克斯也不占这个优势 所以现在之前在LPL上 我就见姿态玩过一局 就那场是埃及打 打了60多分钟 姿态玩了一局 然后最后姿态被当时的微笑 闪现上来 就是在大盲处 微笑闪现上来 三下就把拉克斯秒了 太脆了 比赛继续进行 双方经济持平 刚才上路的话 老牛回家 直接补出一个小冰锤 但是老牛这个发育 其实有点令人堪忧啊 被大树压了40个刀 这不怪他自己前期已经很劣势了 再加上现在线上面 有一个双方拦镜的大树 这大树干嘛 这大树看到这风女 啊 后面全过来了 卡兹克直接开大 逼出一个闪现 卡兹克跳上来 吹起来 保护性辅助的优势 上塔要没啊 这样影子第二段 打招开出来 赶紧把上塔拿掉 赶紧把上塔拿掉 现在IT前期节奏稍微有点 拖被对面打了 要靠塔来 稍微把经济拖回来一些 这条小红丢了 王哥不太熟 这塔还拿不掉 刚才主要是老牛跟风女状态太好了 你要把他们打残一点的话 他们走得很远 关键是垂石一勾还没勾中 勾中稍微还能耗一点点 下路的话 罗仙人回家直接补出暴风大剑 那这样在对线身上三把长剑的杰斯 两个人 一个是小剑流 一个是三把长剑 一个是直接一把暴风大剑 其实性价比是长剑高 你知道吗 就是你这样算 三百六加十点攻击力 就等于三十六块钱一点攻击力 但是暴风大剑一千五百五 一千五百五 你这样算的话 加五十点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暴风大剑贵吗 英雄雷盟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所有MOBA类游戏 就是不光是英雄雷盟 所有MOBA类游戏 就是它越贵的道具 它的性价比在于哪 它只占一个格子 你自己想 确实是这样 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 你不知道吗 这个是MOBA类游戏的一个准则 中路风强挡住异性能 很漂亮 王子一颗过来 没想 没有做出大招 它Q竟然为什么没有挡掉 是挡不掉的吗 子拉斯Q挡不掉的 没有弹道 它是从地上蹭过去的 挡不住 那个挡不住 真的吗 真的挡不住 你相信我 我试过 风强挡不住的 只能挡异 它的Q 不也是指向性的吗 不啊 挡不住啊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 它是挡飞行道具 中路三炮 没有 血线压低了 但是还没死 闪现也没交嘛 是的 哦 这有点神奇 对啊 它是挡飞行道具 跟有弹道的道具 这个Q贴地飞行 不算飞行 就是MOBA类游戏里 格子是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 对 毕竟只有六个格子 勾到 但是这边有一点作死啊 闪现这些大招 设可可吧 设可可的大招 也逼出来 还有一段EQ EQ过来给上 颅仙虚弱 颅仙异技能 现在的异性能 没法解除 减速给一段登陆 还想跑 还好有一个登陆 回身追上一关大招 风女帮挡 这要是原来的颅仙 虚弱对她来说 传送的树 树筋 双双传送 双传送 这个有点黑啊 把大树 把大树逼退老牛过来 先控后排 哇 她后排都垂时 有点危险 那这边的话 没有人敢输出 颅仙这位置 也不敢输出了 虚弱给倒黑了 这一波IG 聪明反面聪明误了 想凭借传送 打出一点优势 反而对面泽拉斯也过来 但还好泽拉斯 刚才三跑交的有点匆忙 现在下路没有三跑 WK二连出现失误 反而是救了 对面小二游神 真的是给 送了一个伞 自己还被送掉 送了一个闪现 送到个人 闪现回头再次被勾到 但还好泽拉斯 锦上天花回身 Q死了对面的垂时 一换一 不错 这个还好Q死了 不然这老牛 真的背锅背到死了 老牛真的太有意思了 二连没连上 没连上 把卢山给顶走了 对 这边二连其实有一个技巧 很多玩家二连连不上 这边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W完了狂按Q就是了 狂风崛起斩 大招直接斩下 一技能一过去躲掉 而且闪现撞强 杰斯在后面狂追 下一个Q 加一刀电刀爆 直接收掉 自拉斯姿态 完成单杀 反而自己的队友 在龙虚再次收掉 小龙埃及 在这两波小哥们 跳传中 慢慢找到了节奏 经济领下了3000块 完成反超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前期 Demo打得风生水起 但是书亦你注意到没有 他们的补刀一直是落后的 就是你前期 很多选手都是这样 你可能小团战打得比较好 这边老牛又要送 人头被影子拿到 又为了一个红buff 送掉自己年轻的牛命了 而且他补刀落后 还特别明显 对啊 你看上路 不说了 被压了50多个刀 中路20个 也未差不多 中路20个 下路20个 AD被压30个 对 都是压30个 这样节奏吗 又回到IG方了 感觉真的是 有一点 Demo有一点这种 怎么说 他气势上很虎 然后团战打得 也跟你有模有样 但真的是基本功力在差 这边亚索你跟我装 这件大招坐下 后面三个人 可是这边溢出来了 亚索风前还想拼 狂空局长 没有CD 哇 这边溢一段 闪现走位 一扭两扭 第三扭回身 再往回溢 还是被收掉了 操作风间太少了 为什么要 装得跟真的一样的 反手上去 巧不难为 五米之吹 他刚才不往上溢 他出不了王子大招 然后他只能斜侧 一玩发现没小别做跳板 这边想拿小龙 发现小龙刚刚 哎 没了 小龙怎么没了 小龙都去哪了 是的 小龙去哪了 现在问题来了 小龙去哪了 那这样的话 刚才完成队姿态的击杀以后 能稍微遏制一下 中路亚索的疯狂发育 亚索在前几波团战中 也收掉了一定人头 现在回家 拿出电刀 捕一双鞋 卢西安的无尽已经做出来了 反正杰斯这边就是杰斯啊 我觉得他的发育期有点长 这个英雄 不能像卢西安一样 在出到一个大件的时候 就直接投入战斗 或者说 杰斯太依赖魔踪利刃 跟护甲穿透了 他没有魔踪利刃的时候 这个英雄真的输出太低了 原来的杰斯还行吧 现在被削弱以后 你非常依赖魔踪利刃 带给你的攻击加成 以及他变成磨切以后 带来的这个主动效果 这样再拿蓝的一个间隙 姿态重新回到线上 白头发的姿态 这个皮肤对姿态都不提理 我们都知道 我们对姿态又上了这边 回身看到皇子反身一意 这个真的就是 一个人跑过来给你一巴掌 看到你身后有帮手 突然又跑回去了 你气得不行啊 真的 垂石线上出现了 灵魂暴露的垂石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 曾经有一个段子 说一个国内某知名解说 原来说尝试一下 尝试垂石打野 结果发现一个问题 灵魂 就是你去蹲人的时候 你发现线上出现灵魂 然后对面就知道 对面打野来了 真的太逗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不科学 就是你可以让垂石 把这个选项关掉 就是有一个选项 你一关 就是附近的这个 灵魂不出现 对对对 这样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 打野是逗一逗 但你辅助 比如说你去中路蹲一下 杠坑一下 突然线上出现灵魂了 你知道垂石那个灵魂的范围很远吗 一颗想留 大树大树回身 一颗把王子弹开 卡斯克 猫在一个很阴险的角落 但这个眼看到他了 因为下路前提换线 所以说路线这边 稍微有点优势 继续逼近对方的下路二塔 他们大树摸了一下 继续往前 这个二塔没人管 要掉了呀 现在的杰斯还是一个小男生 还没有到真正的强壮的男人 他这个装备很难让他有所作为 所以说只能眼睛睁地看着自己门前的塔被推掉 有来节奏打了非常好 一下子经济又被脱回之后 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是的 确实这个前期节奏好 怎么说 只能说你赢了场面吧 因为你的凶狠也好 你的以多打扫也好 赢了场面 但你线上的烈士是天生的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功 基本功跟对比赛的专注度吧 就是真的说实话 任何体育比赛基本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篮球 就是你天赋再好 身体再好 你投篮不准 或者说你罚球不准 你是很难成为一名伟大的球员的 而电子竞技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可能天赋不错 你可能对团战啊 对这个英雄理解也很深 但你基本功 比如说补刀 对线细节处理 眼位不控 你不如人家 这种地方是最要命的 细节决定成败 说的就是这样 走位不错 加强治疗再给一段加速 那这样三人干个直接作罢 反正是下路大招 做住了小孩游神 三个人过来 闪现过来 就是要杀 虚弱配上对面的治疗 那这样小孩游神 应该是一命呜呼 拿掉人头 7比5 The Demo现在还有人头优势 但是经济却已经落后了5000块 斯拉斯开打 1 2 弹了两下 没机会 反而是上路的二塔 因为老牛的一波游走 直接要被带掉 这个真的就是 The Demo一直在 怎么说 一直在把场面打上去 但是导致的问题 一刻没过去 我的天 导致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防卫塔 被对面不停蚕食 地图的元素也拿不到 然后补刀还落后 这样你经济一直落后的话 你是可以赢得观众的掌声 但是你却没法赢下比赛 6000块 现在的节奏就很拖塌了 书一你怎么看这个杰斯AD 你期待他之后的表现 我本来期待他的表现 但是发现他表现平平 反倒他的这个大招 没有显得他队友来的 又来了 MC姿态 狂风决戏斩 落地配合自己百分之百的 无视护甲的穿透 一刀暴击 带走对面格拉斯 再次完成单杀 3-3的 3-3的MC姿态 手里是有一把暴风大剑 也许又是这个红 但还好风你一吹 让王子成功承接到这个红 但现在这个红 给不到杰斯 还好 杰斯这个英雄 他不太需要红 一个靠技能吃饭的英雄 他这个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种 很多英雄 他只能说是走AD位 不算一个真正的carry点 你像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厄加特 嗯 属于你知道吗 厄加特 螃蟹 螃蟹 螃蟹啊 换位置 就这个英雄 其实他只能算走的AD位 但他不算一个carry点 我们来看一下小龙 第三条小龙 IG甩先开龙 皇子在上面 全是丢下去 但是还是被惩戒掉 反而是卢仙安在侧面 一管大招 配合地址技能 直接收掉风 女皇子大招 做出三招 还不做 格拉斯大招 伤害打出来了 先收掉螳螂 但姿态进场先被收掉 可是小孩游神 后面输出实在太猛烈了 一波四杀应该是 人头好像被那个谁抢了一个 人头好像被 螳螂抢了一个啊 刚才 要不然差点又要五杀了 哦 没有 老牛没过去 刚才老牛是连传送 都没有来得及摁啊 这样的话 完成一波小龙的团战以后 IG的经济领先八千块 小孩游神的装备 也是非常豪华 团队中两把无尽 回家应该小孩就能拿出电刀了 这样两把无尽个电刀的输出 在二十分钟左右 真的是非常的强力 哎呦 这一把 真的是杰斯最强势的中期 被压制住了 导致现在杰斯没机会发育啊 没机会发挥什么的 看看怎么办 杰斯没有发育就 没有人头 没有团战 对 而且他线上人头就断了 他补刀被压了五十刀 狂年一下赤哥哥 赤哥哥那位大招秀了好怨气 贴脸 EQ砸拉斯过来 终于抓着一个软柿子 EQ收掉 终于收到一个人头 赤哥哥好无奈啊 我就过去龙军放个眼 你疯女就像对待对面C位一样对待我 所有技能全放上还大招把我挂回来 真的是 刚才疯女使出浑身解数 加速球过去 W减速 Q追起来 给自己护盾跑过去 再打招往回吹 哎呀 真的是难受现在 由此可见 他们现在新台又进入到那种 书一就是我们刚才在玩的时候 自己大逼分落后 然后我们进入一个状态 就是杀一个就算我硬 就只要杀那个 让你觉得最异 是的 狂风崛起斩配合大叔落地 直接直秒对面后排 杰斯跟杜拉斯 瞬间被秒 藏了收获 双杀再次进场路线 收掉风景 剩下一个老爵 虽然有大招 但是也不能阻挡一定伤害 再次被收掉 零换四 剩下一个黄子 一颗反身 想换零换五 小孩姿态 两人一人拿到 小孩跟影子 一人拿到两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大龙危在旦夕 这一波结束之后 埃及经济已经领先到了 整整一万块 随着大龙的倒下 我相信这一季比赛 马上又要传来落定了 这一季的第一孟 为我们展现了 他所谓的大招 就是杰斯ADC 但这个点 没有起来太好的效果 确实我觉得 如果硬要说 在现在靠战术去赢的话 去赢这些比自己高 很多等级的战队 很难 当务之急 是要抓住 你为什么输 就是你的基本功 你对游戏的理解 对英雄的理解 我还是开赛前 那句话吧 舒逸 我觉得失败 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好的 没关系 让他们历练 对 你不经历失败 你就不会知道 千万有钱 千万有钱 人也去被抓 躺狼直接交易 跳走 说给上大招 老牛再次 哎呦 刚才要不是杂斯 一个大招命中 这老牛又差点 又电竞化妥了 一个大招 刚才又把唐蓝 顶开 没有接上Q 怎么样 拿掉影子 人头以后 有点杯水车薪啊 这边 没机会 雅索是直接 出到了一个提亚马特 这件装备 在顺风的时候 能够极大的提升 AD近战英雄的伤害 以及推陷能力 这样雅索可以 做一个分带 泽拉斯还在poke 但这一局的泽拉斯 就不能跟上一局 姿态的同日而言 这边泽拉斯的输出 真的是不够看 雅索先手边 有机会的风墙 放得还不错 挡住了风女的一个吹风 那一场直接 把两个队友卖掉 雅索收获双杀 现在这个伤害 实在太爆炸了 前面的小孩游神 往前一站位 就逼退了 对面的三名防守队员 这样中落二塔 也只能高破 侧面雅索想进场 这边是个机会 防御塔伤害漂亮 杰斯直接收掉 闪现回来 风女开启大招 顶在防御塔面前 还不错 这边靠着姿态的一次上头 并且极限距离 杰斯想他定住 小孩游神这边 也要重挡覆辙吗 杰斯把他吹开 差一下呀 交一个闪现 躲开最后一Q 刚才杰拉斯 两个异技能很关键 配合杰斯近战的一轮爆发 差点就再次秒掉 小孩游神了 这样IG回家先稳一下 经济还是领先 一万三 没关系 二十三分钟 这一次的线下比赛之旅 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 没有办法 总要经历这种事情 是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 能来线下吧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激励了 真的很不错了 希望他们回去 能够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我相信以后 我还能再看到他们 真的刚才 我看到几个选手的表情 都是窒息未脱的 就是他们看起来都很 很年轻啊 所以没关系 当然就是 在这也要说回来 就是现在很多人说什么 不念书要来打游戏什么 不念书的 对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就是念书嘛 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做的事情 首先要先把书念完 然后你再选择你 适合你干的事情 而且现在随着电子竞技 这个行业越来越发展 发展的越来越恐怖 其实选手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比如说我打得很菜 我就当不了选手 但是我可以当一点别的人 比如说你看我当姐说 每天还能有 输一张的妹子 陪我一起结束 很开心的 好的回到比赛 25分钟 IG零件 14000经济 直接推进对面中路高地 这也不给你来虚的了 直接中路准备硬上 看一下的迪梦有没有做好准备 这一波插入估计的迪梦很难防守了 大树已经上来了 这边大树横着走在你门口 怎么办 身后勾到一个小兵 现在随着杰斯的poke 还能稍微的消耗一下 但是这一波很难防守了 说实话 于清于理来讲 杰斯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输出点 而泽拉斯的poke 更有点不通不仰的意味 再加上老牛的装备未成型 只有一个三项 从女跟黄子 哎呀 很难啊 哎 大树直接闪现 大树开团 配合着狂风学习斩进场 这没有办法输出 太爆炸了 是的 黄子顶上点燃 在后面开一个大路 点燃会把它烧死吗 没烧死跑回去了 但前方队友已经完全扛不住 推出拉朽 零换四 黄子刚才是命悬一线 挂了一个点燃 开了一个W 赶紧往后跑 是减回一条命啊 这样的话 中路水晶一旦被推掉 我觉得Ig就有机会一波了 舒纽防一塔 扛着兵线直接上吧 射阁可连扛两座防一塔 也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 更加深入的推进 是的 Ig还是放了一下 其实刚才是可以一波的 Ig还是放了一下 刚才一波可能稍微 更加稳一些希望 就是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万一出现点差错 比如说什么 谁多扛两下塔呀 被对面控在塔下呀 就有点烦了 所以说为了稳妥起见 把Ig还是选择回去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一支成熟的职业战队 他在面对什么样的对手的时候 他都是适合做好最好 最好的准备的 好 比赛暂停 那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 这个技术型的暂停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很有可能就是 现场谁的鼠标掉了呀 或者什么 鼠标掉了 可能选手的设备出了点问题 没关系 但是这场比赛 我觉得对等听门来说 其实打击不小 可以看到他们今天是满怀希望的来的 影子 满脸微笑啊 影子 谁家过年不吃顿肉啊 终于食肉行打也让我来了两句 现在影子现在满脸微笑 影子的耳机也是非常性感的 粉红色的小耳机 对不对 一些小问题出现在现场呢 不要紧的会大概过几分钟就可以挥不到 是的没关系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的迪梦的处理的前期还是不错的 嗯 也是给我们了一个小心 怎么说就是敲衫阵火锅上来打的还是不错 但是只能说僵还是老的啦 而且确实跟职业战队 是有差距 尤其是老牌职业战队是有差距 从补刀上可以看得出 补刀线上的对拼的细节 以及对英雄技能的理解都是有差距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就不是说 要靠时间来慢慢积累 这个就是积累 这个你说的很对 滴水穿石嘛 精益求精是一定是靠着你非常长时间 艰苦的训练才能取得的 就是没有人能一步登天 就是你像IG现在几名比较出彩的队员 你像影子姿态 包括小孩游神 他们都是打了将近三年的职业 就是从一开始 自己从英雄联盟这个游戏 还没有那么火热 还在懵懂时期 就开始自己在研究 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正常人当中 游戏天赋比较高的 正常人当中 就是普通人当中 你知道这个东西也很看天赋的吗 对的确打游戏 非常看天赋 不能说大家觉得打游戏很开心 人人都来打职业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职业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说第一就是 你要先把手头该完成的事情完成 然后第二就是 现在的电子经济行业 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不是说非只有职业选手 虽然职业选手是台前 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努力 也要比一般人多的多 所以说我觉得电视机前的 各位年龄比较小的观众朋友们 别把这个当做一个信仰了 是的 就每个人都是看天赋 我们看看比赛 好比赛回来 比赛进行到了26分钟 IG经济领先18000块 现在是 哎呀 格迪梦形势非常不容易乐观 第二条大楼还有两分钟刷新 怎么办 格迪梦有一点垂死挣扎的感觉 看看有没有这个鲤就是鲤鱼打挺 最后一下咸鱼能不能翻身了就看一下 现在这个翻身的几率有点小 对面把它牢牢的摁在地上了 这个鲤鱼的劲儿可能没那么大 哎呦 卢仙出了这把夺翠之连 再加上一个清语 应该是小孩游神觉得这游戏马上就要结束 自己做饮血剑也做不出来了 赶紧做出来这个夺翠之连 也提供了一个高额的吸血并且有一点回篮效果 暴风大剑也为它提供了不错的输出 所以说这件装备其实大家在 马上要打团 或者说你鲤鱼血剑就是做不出来 很难做出来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件装备 因为它合生费比鲤鱼血剑低很多 直接选择传送大树落地 嘉远守卫上去被风女吹起来 雅索在后面狂追 雅索做到他一九头蛇了 还是继续从中路墙上吗 看下上不上 卢先上去带一下线 那这样的话 埃琪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了上路 其实没必要再拖了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再拖了 你现在再往后拖的话 也没有用 就是不像是说第一盘是一个坚持 第二盘可能没有这么多 是的 隔枪一勾 勾空了 杰斯这个点现在完全发挥不出来 他的魔踪力忍终于是靠着法力值得上线叠完了 但是装备有点差呀 只有一把清语能看 隔墙勾到黄子回身一套pog直接打出黄子闪现 鲁仙远程一管大招被杰斯挡了一半 那唐狼已经进场 雅索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雅索的位置 风女先吹开雅索姗姗来迟 但老叔进去已经一扛四个后排了 鲁仙先收风女 唐狼再收王子 后面鲁仙虽然没收到 但雅索从中路终于赶来 大招还没有开 后面已经被唐狼收得七零八落 进招 进场 狂风绝席斩 最后收掉老牛 一刀暴击 影子拿到三煞 直奔枢牛防一塔而去 一波团打完以后 埃继打一波一换五 那这样的话最终29分钟 埃继拿下第二场比赛胜利 大比分2比0拿下这一场比赛 是送走了这个 Demon 对 能看出来Demon第二局的 想法是有很好 而且Demon第二局的发威是明明强的 怎么说呢 这